大家好,我是李船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 走进航海人的生活 上一期咱们聊到有位奇葩的饮水员 他张嘴找船长要钱的故事 而且还留下了一个悬念 他有没有如愿以偿的要到钱呢 咱就接着上去聊 这位饮水员上船之后 第一件事并不是说和船长 互换信息 沟通离搏的操纵计划等等 就是说第一件事并不是工作 而是直接开口找船长要钱 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现在除了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 你说找船上要烟要酒的饮水员 都不多见了 更别说是要钱了 我肯定也不会给他 对不对 再说我还没地方报销去 他是不敢因此而胡来的 或者说我拒绝银行的 因为什么呢 大家看我们船上 有VDR的录音设备 那有些船上的驾驶台呢 更先进 他有这个全程的监控 监控录像 你胡来试试看 对吧 如果说你因此而拒绝银行的话 那你就走就好了呗 你走了我再换个饮水员 不就可以了吗 我没有损失啊 没了张图户 还不吃乌猫猪了吗 当然了 这些案例都是特例 99%的饮水员呢 都是自中自爱 都没有这种现象发生的 之所以讲出来 就是因为他是特例嘛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 饮水员上下船呢 一般来说都是通过攀爬 这个饮水梯来完成的 也有走旋梯的 比如码头上下船 一般来说都走旋梯了 还有乘坐直升飞机的 比如说南非 澳洲 有些港口呢 就是坐直升飞机上下 但是一般来说 还是攀爬饮水梯的居多 所以规范 对于船方的饮水梯的要求 那是非常的严格 细致的 咱们这样 咱们先去现场啊 去看一看 有个总体的概念 饮水梯是什么样的 门在哪里 然后呢 咱们再来讲规范的要求 那好 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还是得搭电梯 咱们到机控室那一层 电梯来了 有好多朋友问我 说船上电梯里的层数 为什么用ABCDE这些字母来表示呢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也许是一种习惯吧 因为竹甲板这一层啊 我们叫Upper Deck 那它上边就是上层建筑了 那下边呢 就是机舱 那上层建筑这上面呢 用字母来表示 那机舱呢 用数字来表示 以示区分吧 貌似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哎 到了 那从这个门进去呢 就是机控室了 看到了吧 机控室 那它旁边的这个门 我介绍过以前的节目 那么这个就是机舱的工作间 进入到工作间 我们看顶头那边有个门 从那个水运门进去呢 大家看Pilot Station 饮水站 就是接饮水的地方 我们打开它 这里边就是了 那么这个整个的区域啊 包括这个门 这个区域 这边呢 就是接饮水的地方 那这个门 大家看到这个门 很复杂 看起来啊 它就是水迷门 就是我们叫Pilot SIDO 这个门 这个门要保持完全的水迷 因为否则的话呢 海水拍进来 那可不得了 那它的打开 是通过这个控制面板 来打开的 上面有一系列的按钮 也不难 它都写好了步骤了啊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这边也有第一步 它这个黑颜色的 这个是关闭 红颜色的这个开启 按照这个步骤就好了 先开电源 先把电源打开 第二步呢 打开这个锁扣 一按下去就打开了 这个锁扣在这里 大家看 在门上面 这个东西 这个锁扣 一个 这边有一个 那上边还有一个 下边还有一个 一共三个 所以第二步 开它 第三步就是开门了 一按这个按钮 这个门就会往里开 大家记住了 规范要求 也是要求一定往里开的 不能往外开 最后一步 把这个踏板 那门开了之后 这个踏板就掀起来 就到外边 一共分四步 关闭 反过来了就 先收踏板 第二步关门 第三步锁锁扣 然后把电源关掉 一共四步 这就是水迷门的这个开启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操纵杆 这个操纵杆 是控制 饮水梯的上下 饮水梯不在这里 饮水梯在上边 在Bdeck 那我们这一层呢 是机舱的第三层 饮水梯在Bdeck 那么算起来 一二三四 应该是在上边的四层 那由上边来控制 把饮水梯降到我们这一层之后呢 我们再用当地的这个控制杆 来进行微调 因为这里观察比较方便嘛 就可以控制饮水梯 到海面的距离了 那好 我们就去Bdeck 去看一看饮水梯 还是搭电梯 到Bdeck Bdeck到了 我们说现在船上有电梯 确实方便很多 然后从这个门出去 就出口的出去 外边呢 还有个水梅门 这个水梅门相对刚才 那个塞到那个水梅门 要简单很多了 一只手就打开它了 然后就来到了停甲板的上层 那饮水梯呢 就摆放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这个 这个就是 它是卷起来的啊 卷在这个卷筒上面的 这样便于收放 很方便 不像以前 以前都靠人力 很麻烦呢 现在好了 现在就用这个 这个 看那个控制杆吧 就用它来收放 收降 那在它的位置 正好处于刚才 塞到的位置的上方 第四层 那把它放下去呢 正好就到塞到那边了 再用那边的操纵杆 来做微调 我们看到这个梯子踏板呢 有短的 还有长的 那长的到底有多长呢 短的到底有多短呢 都是有要求的 等一下 我们来这个 给大家做解释 看到的这个 看这个踏板吧 这是最末端的 这一层的这个踏板 是这样的 最末端的 那这个就是印随梯 这是踏板 短的踏板 好 那我们就画图讲解 用我的灵魂画手 来画一张图 咱们来看看 规范的要求 这个图画完了 估计又画了个寂寞 我又不说 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解释一下吧 那这个就是水面 水面看吧 还有波纹呢 这水面 那这就是梯子咯 对吧 这个梯子 那这个就是 最末一节踏板 那么它要求 是什么样的呢 从最末一节踏板 往上数 五个踏板 要有一个长的 就第五个 一定要是个长板 这是从最末开始数啊 然后从这边 再往上边 九个踏板 最多九个踏板 要有一个长的 第九个 最多了啊 第九个 也是个长的 上面是一样的 就不重复了 那么这个踏板的 这个长度是多少 短踏板的长度是多少呢 不低于四十公分 长踏板 不低于一米八 一点八米 不低于一点八米 踏板跟踏板之间的高度 是三十一到三十五公分 嗯 看到了吗 嗯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 就是编这个 银水梯的绳索 这个绳索 直径也有要求 直径呢 不得小于 十八毫米 是吧 那这个高度 从最后一 最后一节踏板 到水面的高度 这个高度 是银水员要求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所说的 做微调 那么这个六米 大家看到 这个六米 是什么意思 就说你梯子放在这里啊 你在这个左右范围 加在一起 六米长的 不得有阻碍 对不对 不能有阻碍 六米之内 不能有东西 最后这个 这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 man rope man rope 就是扶手绳 这边有一根啊 就不画了 画完大家更不知所欲 这个扶手绳也是有要求 它的直径呢 在28到32毫米 这个呢 就是规范啊 对银水梯的要求 就这个 刚才说的 这个银水梯的安放呢 它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船的杆悬高度啊 在九米以内 也就是说吧 这个银水员爬梯 不超过九米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放那一挂 银水梯就足够了 如果船的杆悬高 银水员爬梯超过了九米 就要安放组合梯了 那什么是组合梯呢 另外船上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梯子呢 比如楼道的梯子 那跟家里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最重要的旋梯 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下期再聊 那好 这期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咱们下期见